大家好,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 请问我刚刚看了新闻,说周杰伦的新房曝光了 所以我想做一期视频,说一下我们穷人跟周杰伦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新闻上所说周杰伦的房子是多大的面积呢 我初恋的估算了一下,是三个篮球场那么大 而我这一期视频主要主题是说,我们穷人要是努力一辈子 可能也买不到他一个厨房,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 像我的话,之前打工一个月是三千块钱 平均不是每个月都是三千块钱 有时候一九五到一九六,有时候三千多一点 就是拿一年的十二个月来分配的话,就是一个月三千 那一年的三万,十年都三十万,一百年三百万 但是活不了,能活到一百年后可能也很少见啊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按照普通话,我算五十年 一年三万一百五十万,他那个豪宅啊,一个厨房可能就要五百万啊 真是太好了 所以现在的话,我真 所以现在的话 所以现在的话,我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 终于让自己的技能提升了 包括努力,技术,还有各方面的城市 比如说普通话,等等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猜一句话 为什么我做脱口秀节目或者说视频 很多也是想说想做我,别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想说的是真的 我通过自媒体这个平台,现在比之前上班的工资翻了十倍 之前一个月是三千块钱,现在涨到了三万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以 不要以自己单一的能力,就像上班 老师舍着,实上班,什么都不想,就像上班 简简单单一辈子是赚不了多少钱的 我通过学习AE和PS,现在我会做视频 所以比之前的上班超了十倍 也就是翻了十倍的意思 现在一个月有三万块钱的收入了 我相信要是以后更加努力的话 会赚到更多的钱 好了,今天的脱口秀就说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登山哥